我們接下來介紹一個在Integration Bypart的使用類型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例子 積分Exponential x sinxds 你發現說這個被積分函數我們是什麼 用基本公式或變數變換都做不出來的情況下 我們決定執行用Integration Bypart來做做看 那Integration Bypart是把原本不會積的東西 一個另為u一部分跟積分指標dx另作為dv 那誰是u誰是dv 你發現說以我們選取的方式當中 Exponential x跟sinx它都是好機的 那誰是u誰是dv勒 以這種特殊型態來講的話 你把Exponential x當作是好機或者sinx當作是好機都可以 隨便選 那我們就乾脆設Exponential x sinxdx為dv 那sinx我們就把它想做是什麼 這個討厭鬼u好了 試著做做看 你發現說我們做法還是一樣 另u會等於sinx dv會等於多少 Exponential x dx 接下來我們去求什麼 du跟v分比為多少 du sinx對x做為分 所以變成cosxdx dv出來之後v會不會 v就是exponential x 那u跟dv出來之後 接下來去求du跟怎樣 v分比為多少 那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透過indiquation bypass的公式轉換 它會等於誰 原式就等於什麼 就等於uv 所以exponential x sinx 扣掉積分的vdu vdu 所以變成exponential x cosxdx 然後變成這樣 這時候你發現說 它變成兩函數相成扣掉一個新的積分 而這新的積分 你能不能直接記 這本公式不行 變數變換也不行的情況 我們再執行一次indiquation bypass 所以我們再怎麼辦呢 再pi一次 我們一樣是把exponential x 跟dx設做什麼 所謂的dv 那這個剩下的呢 就是我們的u啦 所以 以這個部分 藍色畫線的部分 它的積分類 我們就用藍筆來寫好了 那我們這邊是用變數變換 再一次 所以令u會等於多少 u等於cosxdv的話 會等於exponential xdx 接著去求什麼 所謂的du跟v是多少 ducosu等於負的sine 那v會等於exponential x 我相信各位非常之架輕就熟了 那一樣 uv扣去積分的vdu 所以它會等於多少 藍色線的部分會等於uv 所以變成exponential xcosx 再扣掉積分的vdu exponential xsine x dx 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藍色畫線的部分 我們已經能做了 已經能做了 那我就把原本這個再接下去寫 所以我可以知道說 它又等於誰 這邊的 又等於什麼 又等於exponential xsine x 減去怎樣 uv 那我們剛剛已經算完了 藍色線的部分是exponential xcosx 再減去什麼 積分的exponential xsine xdx 抱歉 uvcode積分vdu 這邊應該是加號 那符號上面要注意一下 不要跟我一樣寫錯了 這邊負負得證 這邊變成加 也就是我們後來這邊的 應該是什麼 是加 這邊是加 sine xdx 所以我們這邊 喔 符號 乘進去 所以它會等於 exponential xsine x 減去exponential xcosx 再 再減去什麼 積分的exponential xsine xdx 對吧 那這時候有同學說 哇 原本這個 不會積分的 這個函數我們不會做積分 我們用indigution by part part一次之後 又變成這個新的積分 現在積分不會積 再part一次 變成這樣 所以它變成兩函數 相加減再扣掉這個積分 這個你會不會積 你發現說 欸 不會 所以我們再怎麼辦 再indigution by part 但有必要嗎 你發現說什麼 你穿到這邊的時候 穿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咧 這個東西是誰 這個跟原題目 這個事實上一模一樣啊 你有沒有發現到 這一個就是我們的球直式嘛 所以你發現說 喔 您不要再傻傻地做下去啦 不要再傻傻地做下去了 這個藍色畫線的部分 是我要求的 所以我們怎麼辦 做個一項就好了嘛 就我們的球直式 不就可以算出來嗎 這個 呃 如同什麼 就跟這個道理是一樣的喔 x會等於1加上2再減去x 這時候x你能不能幫我算出來 一向過來就可以了嘛 就可以把x算出來 這邊道理也是一樣的 減這個東西 移過去加那個東西就好 就變兩倍的什麼 求直式了 所以我們令 star 就等於我的什麼 求直式 積分 exponential x sin x sin dx 所以這我們可以知道說 star 會等於多少 star會等於expx sin x 減去expx cos x 再這樣減去star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一個遺項 兩倍的star 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expx sin x 減去expx cos x 再怎樣 加上一個常數c 為什麼 在這邊很容易漏掉這個常數c喔 因為我們 求直式是一個怎樣 一個不定積分 所以出來一定會有怎樣 加常數c 那由於我們這張做一項之後 它等於兩函數嘛 所以你這邊必須怎樣 這邊就補那常數c 那最終最終我們就算的是star 所以star會等於多少 star就等於 二分之一倍的 expx sin x 再怎樣 減去expx cos x 再加上什麼 c 這個就是什麼 我的最終答案了 我們再重頭看一次這個 這個特別的例子喔 它是一個循環型的 循環型的 你可能 原本不會記的東西 我們也是用intigration bypass來做 那怕完兩次之後 你發現說會 變成什麼 一些函數做相加減之後 再扣掉怎樣 跟原本的球質是一模一樣 這時候請不要再做下去了 因為這是浪費時間 題目這個東西 既然 還原了 跟題目一模一樣 前面帶的是什麼 可能是插個係數 或者說是怎樣 你不會對銷的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做個移向的動作就可以了嘛 就像說你知道說 一個方程式 x等於1加2 再減去x的時候 那它不是一個很等式的話 你這個移向過去 我們要求的x 不就可以輕易的算出來嗎 這邊的道理也是一樣的喔 原題目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把它另為一個star 移向過去 那事實上我們就可以 由這個等式 可以知道說 它就等於這個減這個 好 好 那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做移向 最終就可以算出來了 這 這個例子相當具有怎樣 代表性喔 各位要小心喔